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孩子的妈 今天在我们大师讲堂里面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我们宏光科技大学的智慧老师 大家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OK 我们上次跟爸爸妈妈们 讨论很多有关于小朋友 比如说晚上睡故意的问题 或是说怎么安抚小朋友的部分 那今天呢也是要跟老师来请教一下 因为最近呢 我身边有两个朋友 他在问我两个问题 今天也刚好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爸爸妈妈跟老师请教一下 小朋友首先是有一个家长 他小朋友现在是七个多月 然后他开始会 好像会懂得认人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会比较黏妈妈 然后阿公阿嬷没有注意起 但阿公阿嬷来的时候 阿公的嘛 疼孙想要抱 尴尬的事情来 一抱就大哭 对对对 妈妈超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去安抚孩子 或是说去避免这样类似的状况 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小朋友他在四到六个月的时候 他随着视觉发展越来越好 他已经能够开始辨识 哪一些人呢 是他平常会看到的人 哪一些其实是陌生人 那所有的孩子 其实到六到八个月大的时候 就会像你表现出来 这种所谓陌生人的焦虑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发展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代表孩子呢 他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会怕生是聪明的表现 在这个时间他能够辨识说 哪些是他的主要照顾者 哪些呢是陌生人 那这个对他的发展来讲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是保护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做辨识的时候 他才能够知道说 他要往哪里去 那跟哪一个人 形成这样的一个依附关系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能够辨识出来 所以对这个时期的孩子来讲 那当然可能看到陌生人来 他有大哭 他紧张不安 这些表现可能会让家长觉得 很不好意思 对啊真的 但是事实上对孩子来讲 这是一个好的表现 那我想先肯定这些小孩 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理解孩子 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 那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方式 第一个当然就是 就是要让他是有安全感的 嗯嗯 所以我们其实平常呢 好就是 表现他的脸已经开始出现 害怕明嘴 对对对 有一点情绪上的反应了 是 那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抱起来 抱在自己的怀中 让他知道说 其实他是一步在安全的 那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 其实不要去勉强他 这很重要 对真的 很多家长可能就说 不行他这样太怕生了 一定要那个陌生人来碰碰他 抱抱他 对 那对他来讲 这个时期其实不适合 我们就是抱着他 让他知道他是安全的 那陌生人如果真的要碰触他 那我们其实是渐进式的 一步一步接近他 对 也不要马上去碰他 也不要强迫 也不要太快的去结束他 让孩子适应一下 对 那如果他真的不适应 我们也不要去勉强他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时期的孩子 几乎每个孩子或多或少 都会有这些焦虑的情形出现 所以固定照顾者 其实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咯老师有提到 小朋友会怕生 对陌生人这件事情 他会开始感到不安感到急躁 在这个影片前面的爸爸妈妈 不用担心 这是好的表现 也是正常的表现 只是说我们可能像老师说的 需要有方法的 有渐进式的去跟他引导 然后去跟他玩 那至于那跟他玩 因为我知道其实 老师其实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 其实多带孩子出去接触人群啊 或是多看看多多元的这样的接触是好的 可是现在疫情期间 哪都不能去都看到的就是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脸 眼睛要睡觉了还是这张脸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像我们 现在可能都会视讯跟其他亲戚朋友做一些视讯 那在视讯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邀请小朋友 对 去看看这是不同的人 那我们在家里 其实也可以用一些我们的家族的相簿 相本 对来让他去认识一下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人 那像说故事的方式一样 带着他去碰一下 然后摸一下 好像不会对他有所威胁 对对对对对 这些人不陌生 然后跟他交谈一下 就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让他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的人存在 让他增加他的经验值 所以老师也提到 翻相簿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这又有跟翻书很像 有个到阅读的感觉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所以爸爸妈妈 我们在这个重要的阶段里面呢 到底我们应该可以去提供 小朋友什么样的一个小游戏 或是怎么样去协助或帮助 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到这个 陌生环境或是说 开始紧张分离交越这个时期 可以在我们的空中亲子园里面呢 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小游戏喔 我们在空中亲子园里面呢 有提供了36个小游戏 所以爸爸妈妈呢 有喜欢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赶快先在我们的这个下方这边留言 好那另外呢 讲到这个部分喔 刚刚呢是一个比较紧张 比较容易害羞的孩子 那刚刚我有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有问 那他的小朋友刚好相反 这个孩子呢是小男生 很会玩 然后也很爱笑 那爸爸妈妈就会觉得 因为毕竟爱玩爱笑 而且随时有反应的孩子 外显就显得特别的活泼 特别的聪明的感觉 那所以爸爸妈妈就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去 在这个阶段去跟他玩一些什么游戏 就是现阶段可以解锁啦 解锁什么技能 对对对 那也在这个阶段 有个老师询问一下 这小朋友大概是10到12个 应该是快一岁的小朋友 那这阶段 对于这种爱玩爱笑的孩子 我们可以玩什么呢 其实不只是爱玩爱笑的小朋友 那 对没错 应该是说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我们都可以在他越来越大 开始有一些移动能力的时候 像他这时候应该也是爬得很好了 对对 那甚至可以扶着稍微走几步 那对于一个移动 开始已经有移动能力的孩子 但我们要注意安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其实我们大量的一些玩具 其实就可以进来了 最主要的是 其实一个多元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摆设 对孩子来讲 就是他大脑很重要的养分 就像我们吃饭不可以偏食一样 对 我们希望他各种营养素都有 那这时候我们给孩子的环境 也就是多元 所以他的教玩具 可以是更多元的 不管他是感官类的 操作类的 认知类的 各方面的玩具 我们都可以帮他准备 而不是让他去探索一个空旷的地方 因为可能很多人怕危险 那他就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 都收起来 那蛮多这种 而且在爬行过程中 还保护太多什么 戴这个头套啊 膝盖护膝的 那这些其实提供了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 被带上头盗或是身穿乌龟装 对 那其实提供了一个 不太正确的自我保护的训练 他必须要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学到怎么样让自己平衡 那我们给的这些的教玩具 我们带着他一起玩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现在疫情的关系 那家长们都在家里面 那不是只有把玩具丢给他 让他自由探索 我们可以带着他 你就是他的玩伴 跟着他一起玩 那他就会 在分离焦虑上面是可以降低的 那再来他又可以在愉快的气氛当中 自由的去做探索 训练自己 所以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 在这个阶段的孩子 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爱不爱笑 或是容易紧张 那基本上在跟大家游玩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原则就是 要自由探索 你要自由呢 老师就有讲到 除了这个空旷宽敞之外 他也能还能自由嘛 那再来就是要探索 要符合探索 当然就是要丰富 所以老师讲到的第二个重点 多元 透过孩子的这个 多项的感官的刺激去练习 所以像我刚刚一开始问的 有没有什么技能可以解锁 但其实不是单于像技能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跟孩子陪伴 跟游玩的情况之下 其实孩子不但是能够 自己自主性的去探索 去摸玩具 而且在游戏的过程中 透过爸爸妈妈的引导 在这个时候 语言上面也就能够 让他做很好的一个刺激了 是 亲子共玩共学 这是很重要的 让小朋友玩中学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 这个年纪 你说要让他学什么东西 这学出来的时候 好像也太沉重了 我们就是玩中学 所以这个游戏就很重要 每天花个五分钟十分钟 像爸爸妈妈下班回来 有时间我们就陪他玩个五分钟十分钟 那这个玩呢 我们就是玩的有品质 玩的有目的性 那这才是我们这个玩的重点 因为一定现阶段就是玩嘛 那我们就是让小朋友玩中学 所以在我们的空中亲子园里面呢 有结合了很多很多不同阶段的一个 年龄隧段的一个发展重点 然后我们再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小游戏 那我们这位老师也会在我们空中亲子园里面呢 专家说的部分呢 跟各位爸爸妈妈分享现阶段哪些东西不要太担心 比如说太怕生太黏了 不用担心老师还恭喜你耶 还恭喜你 这是好的表现喔 陌生人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 认知的一个学习跟区别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熟悉的人 什么是不常看的人 那这个部分呢也在我们的空中亲子园里面 都会教到一些简单又容易上手的小游戏给爸爸妈妈 那我们的空中亲子园呢 基本上是从零岁 零岁开始一直到我们三岁 都有做不同阶段性的一个课程的安排 那现阶段的爸爸妈妈如果呢 在对我们的空中亲子园有感兴趣的 可以在我们的下方 在我们下方留言我想了解 那我们的小编呢 就会立即的呢 在我们的这个 下方的连结上面回复你们 然后也给爸爸妈妈我们 这个LINE的一个连结的网址 OK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很有限 我们就利用最简短的时间 然后讲出最大的重点 跟爸爸妈妈做分享 好那 喜欢我们的这个影片的爸爸妈妈呢 记得要给我们点赞 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那也谢谢我们的智慧老师 谢谢我们下次见 拜拜